狗狗听音乐吗 那很多家里面呢 现在都会有一个家庭环境影响 在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狗狗似乎也非常饶有兴致的 在跟着一个乐曲 做一个比如像尾部的摇摆 或者是身体的摇摆 似乎很惬意 那首先第一点啊 狗狗是没有韵律的 现在在一些研究下呢 发现它似乎对于音乐是有辨识度的 但是并没有发现 它们已经开始会欣赏这个音乐 所以你想让自己的家庭环境影响 能够让狗狗达到一个惬意的一个方式 可能是比较难的 至于它不会去欣赏 那我们讲它会不会去讨厌呢 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你家庭影响的一个声音是非常的巨大 这个时候对于它的听力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它的本身听力就非常的灵敏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同等能接受的声音 到它那儿就变得嘈杂不堪 所以如果你要放家庭影响是可以的 但是你一定要是柔和的曲风 小小的声音 尽量不要去让它厌恶 当然你也可以祈求它懂得欣赏这个音乐 小贴士 狗狗是没有音律的 它并不会去欣赏这个音乐 如果家庭音响声音非常巨大 这个时候对它的听力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它本身的听力就比较灵敏 可以接受同等的声音 如果变得嘈杂不堪肯定会很讨厌 如果要放音乐最好选择柔和的曲风声音小点